我觉得日本的媒体是在丑化 中国大陆继续在丑化 意思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很顽固 顽固不化 拳头举起来了 就不会放下来 所以拒绝有任何一个沟通 那接着呢 就说你看 一个亲中派的二级俊博 要去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如果说 这个不同意他来 那不是就是证实了 那个日本的媒体 对中国大陆的丑化 说你看 他们就是顽固不化 连沟通都不肯 都不肯给沟通 所以就继续丑化中国大陆 这是一招 另外一招就是 那你让二级俊博来 那二级俊博来要谈什么呢 要沟通什么呢 对 要沟通什么呢 沟通说 我们会继续排放这些核污水 你中国就不要再反对了 那要沟通这样吗 那还是说 我们不会再排放核污水了 那你也不要再反对 你就全面开放禁止水产品 本来中国大陆 都已经讲得很明白 就是如此嘛 说你停止排放的时候 那这个占行的措施 就会解除了嘛 那现在问题是在于 你日本坚持不肯停止排放 而且你还说 这是科学的问题 而且呢你还花了700亿 那么要去买通所有的人 你能够买通的人 说这是科学的问题 所以这个很明白的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就是要继续去丑化 中国大陆 我觉得日本这样的一种二手的 这种手法 那么基本上这是很不厚道的 因为你只要停止排放核污染水 韩国人也同意了 中国大陆 俄罗斯 东盟的很多国家人 老百姓都会觉得很好 停止了 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所以那中国再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中国大陆可以反过来说 我派人到你这边沟通 那希望你不要再排放核污染水了 那所以中国大陆可以派一位官员 那么或者是一位政党的一个代表说 我就是来跟你沟通 例如说可以派这个负责党务外交的 这个部长 说我来跟你沟通 不要再排放核污染水了 不要再毒害这个整个太平洋国家 那你如果日本你还是坚持要排放 那我们中国大陆没有办法 我们沟通无效 我们只好继续加码去制裁你日本 对对对就是化被动为主动 你不用来我去 我去对不对 那否则的话就很可能就中计了 因为没有必要把跟二阶进博的关系搞坏 那所以中国大陆可以派政党的这个部长 那么去不是官方的 是党的部长 那么去就做负责党外交的 然后去跟日本沟通 跟你们自民党沟通说 不要再排放核污染水了 不要再毒害太平洋的人民了 一直在制裁很多国家的就是美国 所以就是美国在经济胁迫全世界 绝大部分跟他意见不同的所有的国家 不管是俄罗斯伊朗 还有中国大陆我想大家都感受到 甚至连欧洲的德国法国 他们想跟伊朗做生意都被美国经济胁迫 我讲的都是事实 这位美国驻日本的大使 他本身这个说一套做一套 为什么 虽然美国在2021年的时候宣布 对于福岛的食品 他们解除这个禁令 但是他要求他们要提供 所有的放射性的含量 这是他们的要求 第二个就是事实上在经过调查以后 美国在2023年今年的时候 对于福岛地区的浓与水产品 是减少了进口 而且减少量是很巨大的 是最多的国家 最多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像日本酒 就是这个地区产的日本酒 日本酒很多都是用稻米来做酿的 还有像扇贝 他们还有鱼类都禁止 那也就是说 其实他们是大量的减少 有辐射感染地区的 这个都是有案可查 所以我想这位大使 他必须要先跟日本人解释 跟全世界解释 为什么这半年以来 美国大量的减少对福岛的 所有的这些浓与水产品 为什么美国要做这件事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他讲到说 这个如果你日本告到WTO 基本上来讲公共卫生的事情 WTO不见得会受理 所以我觉得他到底是懂 还是装不懂 这是第二个问题 可是他当过芝加哥的市长 理论上讲他不应该不懂 他也在美国协助 欧巴马他担任 他的白宫的幕僚长 推过欧际健保 所以理论上讲 他也不应该不懂 可是第三个问题就是 他一定懂的 就是现在WTO的上述法院 那么组织不起来 最主要是美国 不让他组织起来 为什么 因为美国卡住 所有美国的轮派 轮换到美国的上述的法官 都不让他们救死 所以把他摊在那里 那请问一下 美国把他摊在那里 你如何帮助日本到WTO来告 对啊 还说美国会支持日本 诉诸WTO 有太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现在很明显的 东盟的这个峰会 是由李强去出席 那顺道就从东盟峰会结束以后 再到印度去 可能性是存在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上次开会的时候啊 印度总理不是半途跟这个习近平 有一个场外的很短的一个会谈 那印度总理目的就跟习近平 谈到说 这个中印的关系 边界界定中印的关系 就是中印的关系处理不好 边界的问题处理不好 中印的关系走不下去 那习近平跟他回答 就是说两国关系不能这样看 边界是重要的问题 但只是之一 那这两个关系就不一样 结果呢之后 印度就找了一个 他的前任外交官 放出讯息来 说如果印度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那在这个印度 因为这次集团也是他主办的 那给接待习近平的规格 那可能就会有变化 那这是威胁 你一个主办国 想要利用主办权 那等于是你想羞辱对方的 或者是说 那我们对你接待规格 可能会冷淡 或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想那这个尊严 是不能够受到伤害的 我觉得印度这种 与带威胁虽然找前任的外交官 而且是高阶的 各位你想 这难道不是就是 坚决的放出讯息 威胁中国大陆说 你如果不让步的话 我就要怎么对付你 怎么羞辱你 那这样的话 就当然就会传出 说习近平可能不去了 那这种传出 我才会说可能性是存在的 印尼这主要的 当然新加坡很支持 就是东协自己有自己的支付系统 其实印尼要再往外扩大 跟印度跟这个伊朗 他们要建立另外一个支付系统 其实都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降低美元的比重 他们并不是要完全去美元化 而是把美元的比重把它降低 以避免他们在未来哪一天 跟美国人搞翻以后 就被美国人报复 都会赶出那个SWIT系统 所以他们本身 所有人都在去风险化 都在避风险 都在减低风险 所以在东协内部里面 印尼提出来 自己内部里面 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支付系统 越南加入 其实越南加入意义是有的 因为越南也是一个大国 而且也是东协里面的 经济很活耀的一个大国 所以就算拜登去也没辙 也没有用的 因为对于坦白说 拜登以美国现在政府的 口袋的不够深 他逃不出很多钱来 而越南他基本上胃口已经很大了 而且越南这个国家 他比较机灵 你也可以说他比较投机 他这边要那边要 这边要那边要 但是你都填不了他的胃口的 因为他随时可以翻脸 随时可以变脸 所以我个人认为 越南在这一次拜登来之前 宣布加入 其实就是取低 就等于是你 拜登不用跟我施压了 我已经在你还没有来之前 我就直接宣布了 那你跟我施压没用 我已经加入了 那加入以后 各位想想美元 在东盟的国家的份额 会大量的减少一大部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在这段时间以来 纽约时报以纽约美国 还有华尔街日报等 还有华盛顿邮报 这些报纸为主 连续好几个礼拜 一直在唱衰中国的经济 对啊 一直在唱衰 可是问题就在于 实际上的这些 企业家的身体很诚实 就是你舆论是一回事 而且制造了国际的幻影权 可是整个国际的金融投资家 以及实业家身体很诚实 肉异不绝的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美气跑得一塌糊涂 而且经济数据也很清楚 我们看到这个制造 中国八月份制造业PMI 在这边这是49.7 连续第三个月的上升了 比经济学家原本估计的数字 49.2还要来得更高 所以唱衰没有用啊 也就是说事实上被 其实唱衰的时候 引起了很多人以为 中国经济真的快崩了 因为他们每天写文章 而且每天大量的写 而且连克鲁曼 所有人都出来写 中国经济要崩了 克鲁曼已经拿过 诺贝尔的光环的都出来写 一堆人都出来写 结果写了半天以后 怎么中国的经济 PMI 工业产值一直在往上走 而且怎么中东的这些土豪 这些金主 一直往那边去投资 一直去买A股 怎么这些美国的企业家 而且这一次 雷蒙多在批评说 哎呀这个营商环境不好的时候 欧盟的商会 在华的商会 第一时间跳出来说 没有啊 我们觉得这个经营的环境很好 直接打脸雷蒙多 因为这些本来就有争议 但是中国已经一直不断的强调 这是中国既有的领土 而且不要忘了 南海十一段线划出来的时候 1945年是在美国的协助下 美国支援中国几艘战舰 然后中国也在美国的协助下 派了内政部的官员 把整个岛屿 把整个海域都划出来 当时公告的时候 全世界的国家没有人反对 因为那时候印尼还未成国 然后菲律宾也还未成国 然后它的殖民国 也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意见 不管是美国 不管是这个荷兰 或者是法国等 所有的殖民国 没有一个国家有意见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 而且这些国家也都同意 十一段线是我们的 那海域里面的岛屿都是我们的 那中国大陆按照我们传统的疆域 画出来的 那这些后来才成立的国家 他表达不同的意见 理解但是不接受 那马来西亚特别挑的国庆日这一天 来表达不满 可以预期 但是因为他们也一定要表达 不然的话他们等于是默认了 所以他们也一定表达抗议 以便他们在耳后的争端中 他们有这个医 有这个医评 有这个医据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理解 但是不会搞坏中马的关系 也不会搞坏中印尼的关系 那越南的关系 菲律宾是现在不用理会它了 那但是越南的关系也不会搞坏 保证不会搞坏 那印度这个国家呢 那我想已经本来就没有好了嘛 那也不用担心坏嘛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